先将卫子线打印到这个托盘上面 跟卡片一样的大小 然后呢我们就在卫子线的这个里面 我们粘上一点双面胶 然后卡片呢 就可以 轻轻地放在这个卫子线中间 卡片呢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呢可能会有油脂 然后我们就用那个酒精啊或者清洗液 把它表面的油脂要擦掉 现在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演示 如果说大家有能力呢可以找那个电脑雕刻的 做一个模子或者靠硅 这样放卡片就快多了 卡片放好以后呢 我们注意看这里有一个线高的挡板 我们放进去然后往上调 调到和这个挡板的间隙在0.5到1毫米 然后从头到尾都不会插到这个挡板 这样就可以了 搞了十张不同的图片 可以一起把它打印出来 现在我们点打印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卡片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一两毛钱一张的普通卡 直接就可以用这个打印机打印 成本非常低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我们都是打着小的人物的照片 可以看一下图片的色彩 清晰度都非常 打印卡片使我们的图片设计的要比卡 稍微大一点点 这样打印就不会漏白 这种方案是一种比较简便的个性化卡片的解决方案 这卡片它打印出来 它就能防水 然后还有一很强的耐刮度 那么如果说你是用于非接触卡的话 这个不需要再做另外的处理 它就能够胜任了 然后这个机器是自带加热装置的机器 它打印过程中 你开着加热 打印出来 它表面基本上就干了 现在我们可以拿一张 下面我们随便拿一张卡 出来之后我们用电吹风把它吹干 吹干以后我们来 用指甲撕一下它的耐刮度 刮到现在有一些指甲印 但是颜色是没有掉的 所以这个卡片的耐刮度是很好 这一把车钥匙 这不属于那种快口刀口的 我们在上面滑一下 它可以滑出那个 那个PVC卡片的一些 可以滑出一些痕迹了 但是颜色是没有掉的 你这样看能看到一些痕迹 但是不会掉颜色 但是不会掉颜色 你这样是好 会有一些痕迹 但是颜色并没有掉很多 所以呢 这种是如果说用于非接触卡 把它放在卡套里面 它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直接打也不需要喷涂层 也不需要卡的表面有水性的涂层 直接打 打印完了晾干以后 就能防水 并且有很强的耐刮度 绝对 control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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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